家福基金會社工雙逸祥和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林佩祥 一起將用過的暖暖包裡面含鐵紙等填充物 慢慢倒在棒球場容易積水的場地和草坪上面 希望藉此來改善場地的土質不再容易積水 覺得暖暖包大亂嘛 然後覺得這個可以做環保之外 二來是因為我們有在網路上有看到 有類似過去有一些球隊在做這樣的募集 對 然後在球場就是這麼照顧我們家福社區棒球隊的情況之下 我們想說可以做環保 然後小朋友可以出公差 然後又可以回饋體育場對於家福的照顧 然後我覺得就是一舉數得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一個構想 一連幾波寒流和強烈冷氣團下來 坊間暖暖包已經賣到缺貨 因此長期非常關心家福的副議長林佩祥也協助呼籲 用完的暖暖包先別丟棄 家福中心棒球隊正在募集使用過的暖暖包 與其丟掉倒不如捐出來 這個我們看到這個已經用過暖暖包裡面會有物質 可以幫助我們家福的好朋友在他們整理棒球場場地的時候有很大的功用 讓他棒球場的弄體泥土的排水會變得更順暢 所以請大家請大家幫個忙 如果說家裡面有用過暖暖包 請務必交給這位 寄到家福中心交給這位雙儀祥雙先生 讓他來幫我們家福的好朋友 把我們的棒球場地弄得更漂亮更完整一點 也讓我們家福的小朋友能夠繼續搭他們最喜歡的棒球 歡迎民眾把用過的暖暖包送到家福中心或是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林佩祥服務處都可以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